桃圆市22岁无性女子与23岁情女子交往,并住在情女中立去足的套房,两人同居不到半年,最近口角频繁,无女扬言分手并要搬出去,情女气不过无女不念感情,于是要她父亲原本答应分摊的房租,生活费合计8万元债务。 昨天下午两人在套房又为了分手,前的事吵起来还发生冲突,情女又窃盗,妨害自由,公围等千颗的朋友八姓男子又妨害自由,伤害前颗也在场,两女冲突时情女用木棍安全帽又一阵猛K,无女不敌倒地,一旁的八男梅制止反而跟着殴打无女,导致无女伤重昏迷。 两人见场获后赶紧送无女到医院,虽经抢救但入夜后人不治,急诊医师见无女身上有多处遇伤,如内一次出血,不排除外力致死之可能,于是通报警方中立警分局据报百人经漏夜追查后,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前把情女和八男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 情女与八男都否认下重手攻词闪躲而且有逃亡之余,检察官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或准,无女被送往医院院,阴炉内出血等伤重不治,现场地上有斑斑血迹。 记者郑国梁翻社分享,情女和武女发生冲突的套房还留有棍和安全帽。 记者郑国梁翻社分享。